好 那這個章節延續呢 我們上面 上次講的一個 我們的 重疾的建立 我們在後續呢 針對我們重疾的設定裡面呢 我們第一個題目呢 第一個小題的說明 在重疾內新增一個虛擬機器 對不對 放置到R磁鐵機 那這個放R呢 代表是它的檔案 HMHDX 然後設定角色加入重疾內 好 那這個呢 要放到 要放到我們的重疾內的話 那當然就是 首先一定要到 HyperV有一個我們的虛擬機器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任何一台 我們現在選兩台其中一台 我現在這一台 那這一台我先看一下我們的HyperV HyperV 好 這裡面呢 你看兩邊呢 你其實可以去檢查一下 檢查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重疾 你重疾裡面看到這個磁鐵 我們是首先呢 我們要把 這裡的題目告訴我們呢 要放R磁鐵機 對不對 那我們裡面有沒有 磁鐵機 沒有 對不對 沒有嘛 所以我們要再新增磁鐵進來 所以我們要第一個動作 先把磁鐵加進來 好 我把磁鐵加進來 最後一個40G的把它加進來 好 加進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磁鐵它的代號 是不是R 對不對 當然一樣我們習慣一下這個呢 衝擊磁鐵一樣可以改個名字 這樣知道嗎 那改個名字呢 當然這個衝擊磁鐵 改個名字以外還要再多一個名字 其實這個名字呢 就會跟這個我們指派給誰 其實也不用 因為放在這個地方 看這個地方就會知道了 我們說改個名字呢 說這是什麼 D100R2 知道它從哪邊來的 我們可以從這裡呢 一樣跟剛剛一樣 大家都知道 好 D100LUN2 我們先把它存起來 確定一下 好啦 這個R磁鐵有了 那你這時候要檢查什麼 LUN2它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在 擁有點是2 對不對 Node2嘛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出 Node2可以看到這個磁鐵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兩台機器 這兩台實體機 你看這是Node1嘛 我要在Node1 放虛擬機器還是Node2放 這時候應該叫Node2放嘛 對不對 因為2才能夠看到這個R嘛 這樣知道嗎 1是不是看不到 因為同時間只有一台 可以看到嗎 如果你想要放在1 你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呢 有沒有 把這個磁鐵 對不對 移動 知道嗎 我把它移動 到1 是移過來這邊 所以我移過來 是不是就變1 這邊是不是可以看到R 這樣懂得是吧 因為我們的虛擬機器 是不是要把檔案 放在磁鐵上面 這台機器看得到 才可以放磁鐵嘛 有磁鐵看得到磁鐵 你才能夠放檔案嘛 對不對 這台看不到 但我們就不要在這台做 因為虛擬機器要運作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不管你在哪一台都沒有 我現在放在1的 就放在1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以1這台為主 1是不是有一個R 那我們虛擬機器的硬碟檔 是要放在這邊 那首先你是不是就想知道了 我們在建虛擬機 我們是不是跟各位講過 是不是建在C底下的HyperV 對不對 但現在是不是變在R底下的HyperV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要所 先建立一個資料夾 對不對 如果你要建個HyperV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還在建一個 我們的虛擬機器 要給它一個什麼名字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這個你可以隨便取 我就選擇S01 S01的虛擬機器名稱 裡面是不是要再放一個 Virtual Hard Disk 對不對 硬碟是不是要放在這個裡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這裡 那這裡的檔名呢 我不記得 沒關係 我們去查之前的 如果裡面有的 我們藏著裡面去Copy Copy過來 好 我們是在R裡面 這裡面呢 建了一個 這一個資料夾 所以等一下 我們的硬碟檔 是不是要放在這裡面 對不對 好 這個硬碟檔呢 當然你可以重新安裝 但是我們因為 安裝會有點時間 你要再拿光碟片 然後找到那個原始檔 所以我們是要去找 我們原來的這個地方 我把它移過來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抓 當然抓的方式很多 這個是在 好 這個是我們的本機 對不對 本機是在這裡 本機我們的檔案放什麼地方 是不是放在Hyper-V底下 是不是有一個 Modic Hard Disk 這個是不是我們的 負信音碟 負信音碟是不是已經裝好了 我們再拿來用就可以用了 對不對 但是我不要拿這個來用 我要去 當然你這個要小心 你可以把它複製出來 複製 當然複製到外面來 看我這邊呢 隨便建個資料夾 我建個111 比較好記 對不對 111 是不是好記了 我把它放到這裡面 貼上 把剛那個硬碟檔放到這裡 對不對 這個是負信 已經裝好座位系統了 我是call過來 對不對 這個呢 是不是要放到這裡面來 所以這個呢 硬碟檔的名稱 是不是要叫S01 對不對 這樣它才能夠 建虛擬機器的時候 名稱一樣 所以我們就首先 自己先改名字 改成S01 好了 我們要把它call過來 當然我們沒有 我們用call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這裡先做什麼 各位學過 我們的檔案總管 我們的SMB 可以做資料夾共享 對不對 共用資料夾 我就把按右鍵 內容 共用打勾 對不對 共用打勾 好 這裡 來 共用 好 共用出來了 所以是111 對不對 好 那你這一台 是不是就可以連到這一台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本機 那本機是不是有個IP 這台機器IP幾號 知不知道 知道吧對不對 忘記的話你可以自己查 對不對 好我們就可以直接做什麼 我從這一台去連線到這一台機器來 我就可以 各位呢就按一下 快速連線 其實從 那個連線到網路磁碟機 好 192.168.79.70 70.100 底下的111 對不對 連進來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S01了 這個是S01 是不是這一個S01 就這一個吧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複製 摳到哪裡 是不是摳到R裡面 的 這個 這個 地方 是不是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摳過來 對不對 這個你要學以自用 所以 等它摳過來 我們再來新增虛擬機器放進來 最後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去新增 我們建立我們的一些虛擬交換器 對不對 對不對 它才能夠兌換嘛 在建那些之前 我們是不是先把我們的虛擬機器先放進來 這時候的動作 就是把 檔案摳過來 不然呢你是用安裝的嘛 對不對 是不是要拿光碟片 或是ISO檔來安裝 對不對 OK 好 我讓它先跑一下 好 我們這個呢 檔案已經摳到我們的R磁碟機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利用新增虛擬機器的方式嘛 是不是可以把它加起來 那剛剛這個連線呢 我們做好就不要用了 就把它給斷線 知道吧 這個部分 我們就把它斷線 中斷 這樣你就才不會搞混掉 現在是不是R磁碟機了 對不對 是放在我們的這個位置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可以了 因為呢我們的ServerNode01 能夠看到R磁碟機 R磁碟機已經有放好 我們已經裝好的 舊檔案的 虛擬機器的 硬碟檔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呢 我們就來做一遍 好 我就新增虛擬機器 好 來這個名字就S01 很好記 好 這個地方是不是打勾 這裡是不是有路徑 路徑應該放寫什麼 寫什麼 寫哪裡 R嘛 對嘛 是不是這樣知道吧 C是我們所預設的 對不對 當你換了位置 你就要把你的磁碟帶到跟著改 以後呢 你有很多的虛擬硬碟 會從外面連進來的 所以說呢 你這個預設是看你 當時要放在什麼地方 新增的時候 知道吧 不是永遠都在C 總統意思 來 現在是不是HyperV底下 對不對 我們那邊也是有建HyperV嘛 好 下一步 第二代 來 下一步 好 這一顆給它1024就可以了 下一步 打勾一下 這裡呢 我們的虛擬交換器 還沒有做 所以我們就先不理它 好 這裡呢 是不是要選擇舊檔 使用現有檔案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就放在什麼 要找哪邊 找R磁碟機 HyperV裡面的S01這個硬碟檔 所以你看這個路徑 跟這個路徑是不是一樣 對不對 好 下一步完成 就建立起來 對不對 當然呢 我們可以先做個開機 讓它去跑一下 我們再來去建我們的虛擬交換器 讓這台機器設個IP 讓它能夠跑出去 所以我們要先開機 因為呢 它是 它是初始化結束之後關機的 所以說它並沒有做任何的 一個設定 所以讓它開機 要讓它開機 好 這個呢 我現在先連線一下 讓它先跑一下 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我們磁碟 比較 我們的支援 給它支援的比較少 所以它會開比較慢 等一下再設定一下密碼 好 好 那開完呢 我們就依照我們的正常步驟 下一步 接受打個密碼 好 完成 當然這一台 就是一台虛擬機器了齁 你要把它當成 正常的虛擬機器 所以你的做法 跟你重安裝 都一樣的 你要去改電腦名稱 設IP 好 這些動作 好 各位要把握這樣的一個原則 好 記得不要看錯了齁 那當然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連線的畫面現在我們沒有去加強工作階段 所以呢 你看起來的時候呢 畫面都沒辦法放大 你可以試著把加強工作階段打勾 你的解析度就可以調整了 這個部分你可以自己去操作 這邊開的會比較慢一點 讓他先跑一下 好 那我們來齁 這個動作就各自已各自已來做 設定 我來先把 當然這個電腦名稱齁 我先 等一下再來改 我先改IP給他 讓他能夠出去 那當然呢 等一下我們來做我們的 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來設定一下虛擬交換器 好 我先設一下IP 好 他現在是沒有接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我們設一下 192.168.91.224 好 設定好IP之後 好 那我們呢 齁來 把這一台 設一下電腦名稱 讓他重開機一次 01 好 我們就關機 重開機 好 重開機呢 我就不用理他了 等下開機起來 他就可以OK了 好 那我就先把這個連線失蹤關掉了 那你自己記得他的IP 當然他的那個 PIN的POR我還沒開 PIN的POR還沒開 等一下再來開 好 這個部分呢 就是呢 我們已經放了一台虛擬機器放到這裡面 那這個PIN要能夠開通 對不對 這個第一個動作是把虛擬機器放進來 等一下要加入角色 對不對 我們已經放進來 但是呢 要加入角色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等一下再來做 我們先讓這一台機器能夠正確能夠出去 我們再來做加入角色 再能夠做PIN的動作 這個部分 我們先暫停到這邊 好 我們來 讓這一台機器出去 各位注意一下喔 兩台要做兩台 我們針對呢 虛擬機器要能夠對外 要能夠PIN對外 當然要有虛擬交換器 各位來看一下 第一台 有沒有 Node01 這裡有一個虛擬交換器 好 我們設一個外網 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個地方要不要打勾 要 因為我們只有一張網卡而已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打勾嘛 如果你沒有 你有兩張網卡以上就可以了 不用打勾 這樣知道嗎 要選擇另外一張 那我們現在這一台 Node01只有一張網卡 所以這個一定要打勾 好 這裡呢 我們來 我用 00 WAN 我把它 設一下 我今天什麼名字 另外一台 也要跟這一台名字一樣 好 我這樣呢 先打勾 對不對 這樣呢 要做建立的 按下確定 是 它就會呢 幫我現有的IP 會把它轉到 我們的一個虛擬交換器 另外一個虛擬網卡裡面 它會自動幫我們走過去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來看看 這台機器 這台 它是不是產生一張虛擬網卡 有沒有看到 剛剛我們原來是不是221 現在也是221 知道吧 它產生到這張網卡 好 這一台做好了 我們要設定之前 各位記得 另外一台 是Node02 你要同時做 不然呢 你等一下會怕你忘記了 因為我們機器呢 要移到這一台是不是也要能夠上網 對不對 所以這一台呢 網路 它的一個 Hyper-V 裡面的虛擬交換器 跟這一台要一樣 所以這裡要設一個外部 建立 這裡 因為這一台也是一張網卡 所以也一樣要打勾 所以這一邊的名稱呢 一樣要設跟隔壁的一樣 名字一樣 如果不一樣呢 因為它這台虛擬機移過來的時候 會找不到這個名字 它就會 就會對外不同 所以一樣呢 我們呢 跟它設的名字要一樣 所以你檢查一下 看看名字是不是一樣 OK 那這邊呢 就可以按一下確定 好 讓它設定一下 這樣虛擬交換器呢 就設定好了 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針對這台虛擬機 對不對 按右鍵去設定它的網卡 是不是網卡要去指向呢 我們是不是這個WAN 00的WAN 對不對 它網路線就接上去了 好 這一台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我連線起來 我們去設一下PIN PIN的動作 來 我登錄一下 好 那我要登錄這一台 要能夠對外能夠 人家能夠PIN得到它 它的PIN的POR要打開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去執行一下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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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呢 我把畫面這邊 S S CONFIG 設定一下 對不對 這個動作 有跟各位講過 快速設定嘛 你就不用去防火牆一個一個找 對不對 好 4 3 好 是PIN打開了 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個設定呢 把它離開 Ctrl C 離開 那我們就可以 你看我拿外面的電腦喔 這台外面電腦 我是不是可以去開一下 喔 我是不是開了 我從這邊開一個外面的電腦 喔 開了一個 命令提示支援去PIN PING 對不對 192.168.91.224 HT 是不是就可以PIN到裡面這一台了 喔 這一台IP是多少 是不是224 好 好 有沒有看到是224嘛 對不對 OK 好 那這樣呢 我這個PIN的動作只是做一個 集合用的 我把它放到角落這邊 喔 好 那這裡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機器 虛擬機器已經完成了 已經正在工作了 所以我把這一台先關掉 這一台已經在工作了 對不對 那我這一台如果移過來 是不是這一樣能夠PIN得到 當然這個移呢 我們要進入重疾來營 好 所以說這個動作這裡已經做好了 但是呢 我們要加入到重疾 才能夠執行到第三點 有沒有 當它做移動 對不對 好 執行到重疾呢 我們是有跟各位介紹過 來 我們開這一台的重疾 這台重疾 我們要開起來 這一台 工具 容錯移轉重疾管理員 好 我們呢 要把一台新的機器要加進來的時候呢 不是先把 角色加進來 對不對 我們上次有 練習過 我們是不是要先把我們的磁碟加進來 對不對 磁碟加進來之後呢 再把角色加進來 它這會把這個磁碟有沒有 這個磁碟 對不對 它會直接掛它的名字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 現在這一台是不是在1 是不是已經加進來了 因為我們剛剛 我看有沒有加 1 2 3 4 這個R已經有了 2吧 對 這一顆已經有了 加進來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呢 要把我們的 虛擬機器 把它設定角色 好 是不是我們剛剛那一台 是不是要找虛擬機器 好 是不是S01 把它加進來 好 那這樣呢 虛擬機器 你看一下喔 這個是已經加進來了 你看看 再看看這個磁碟 是不是 這一個 R 指定給S01來用 這個S01指派給S01的意思是說 S01跟這個磁碟是 連動的關係 當我虛擬機器移動到SERVER02 Node02的時候呢 這一個 這個移動Node02 它的磁碟要跟著移動到Node02 要不然虛擬機器抓不到檔案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動作 我們已經做好之後 我來看一下這一個動作 當我要做移轉 對不對 移轉要移過去 PIN要能夠PIN得到 當然就是 要加入到我的角色 對不對 好 那你看一下喔 我來這邊 現在是Node01 我按右鍵 這個虛擬機按右鍵 好 移轉有分即時移轉 快速移轉 快速移轉的用意是什麼 快速 其實快速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移轉 但是它會做一個叫儲存 移過去 再把它啟動 是多了一個關機的動作 但其實速度也很快 但是即時移轉呢 它沒有 它是直接線上移轉 所以它風暴最多 掉一個風暴 那 儲存呢 快速移轉呢 會掉比較多的風暴 所以呢 要看你的狀況 所以我用即時移轉的 然後移到2 好 它正在移當中 這支援有影響 這邊呢 連不過去 對不對 所以就 怕在這邊的問題 來 怕 磁碟不夠 來 我來試一下快速移轉 快速移轉 Node02 它現在正在儲存對不對 剛剛那支援不夠 沒有關係 我們就快速移轉 是移過來了 有沒有 移到2 它是不是就斷掉了 對不對 斷掉呢 是儲存之後再啟動 所以這個風暴掉的比較多 這樣知道吧 是不是就起來了 那即時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 用那個 操縱虛擬化 所以你在做即時的時候呢 會有因為資源不夠的關係 會 沒辦法成功 所以呢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用一下快速 如果能過去就OK了 所以當我移到2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個 S01是不是從 色違01的HyperV移到色違 Node01的HyperV移到Node02了 對不對 它會跟著移動 這樣呢 你就 其實呢 就已經完成了 所有的動作了 那最後一個動作 你要不要做 就不用做了 因為呢 你快速能夠過 即時能夠過 就代表 最後一個動作能夠成功 你看這台在2 我只要把Node02關機 自動這台虛擬機器 就會改成Node1 就是這個樣子 OK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全部的部分呢 我就介紹到這邊 你如果要做測最後一個 測試2的功能 你只要呢 先檢查 這個是不是Node2 對不對 角色在Node2 我們就把Node2的實體機器 這台機器把它關機 知道吧 它就會呢 你看喔 我關機好了 我們就直接做一遍 關機 這台Node2壞掉了 它這裡呢 你看 就會轉到Node1 有沒有看到 就正在儲存 啟動 轉到Node1 有沒有 這邊是風暴掉了兩個 是不是開啟動起來 是不是移到Node1了 這個動作呢 那就是說你在當你公司呢 你在 你在 晚上啊或白天 不管什麼時候 如果這一台 機器壞掉了 你裡面的虛擬機 正在工作的虛擬機器呢 一樣能夠對外 它會幫你移過來 讓它能夠正常工作 但是中間一定會掉 一兩個風暴 這是正常的 因為你機器壞掉了嘛 裡面機器也跟著壞了 知道嗎 但是呢 它會及時幫你移轉過去 再把它開啟起來 讓你感覺不到 那一點點風暴掉了是沒有關係的 如果今天不是 真的說不能掉風暴的環境 這個掉風暴其實不會有影響 好 那我們的這個章節 全部的章節的介紹 這一個我們的 重擊的一個設定 跟操作 還有一個測試的部分呢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就跟著壞了 別讓這樣 不斷 開啟 我們就讓壞了 我們就把壞了 使賓